大家想一想在你身边或者你自己的心身经历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呃理论是比较正确的嗯但是呢那就是意思就是女的必须25岁生孩子呗 你差不多差不多对吗或者臣妾做不到啊哈哈哈就是这个是我原来有一个朋友他只是说25岁增加生育年龄不是生育年龄就这个时候的关系最为勇气融洽的我有原来有一个大哥他是一名呃这个这个冰球教练呃他他其实按照他的体力各方面的思想的活跃程度啊都可以的但他讲他是不能够太晚生孩子因为他觉得你跟不上孩子那种就是你跑不动 嘛你没心思去管他他那个时候是40多岁生了他的他儿子嘛嗯我昨天还听听了一个那个什么啊嗯对不对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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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岁的生了一个孩子嗯对听但是有一点嘛就是有人讲就是父母年龄大了之后生的孩子聪明啊哈哈哈别的聪明啊 别的聪明啊别的聪明啊别的聪明啊这个当然了你想多不容易啊哈哈哈是吧这多不容易一生积蓄哈哈哈哈哈哈后半生积蓄啊哈哈哈这全都庆祝了那那我我觉得这些不这是一个是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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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